十月一日我生日 大家都知道生日玩法 就是能對叉燒蠟燭的蛋糕 许下三例冤枉 他們們都30歲了 要找人保養也不容易 所以我第一個願望就是 希望大家發大財 但光有錢沒面貨也不行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那還剩最後的願望該怎麼辦呢? 在這孤獨的城市裡 愛情總是難題 我的好姐妹們 一個單身三年 一個單身三十年 於是我的第三個願望就是 希望大媽們在人老狀況之前 找到一個好對象 就是這個願望 金子們下班了吧 我是金童 今天我將與攝影大姐 以及安妮 一起前往台幣的戀愛城區 大島神 一起吃喝玩樂 敗月老 贊助大媽們本次 尋愛之旅的金主是 Oribag Oribag 運用設計 將傳統的摺紙藝術 結合動物外型 騎乘時尚的包包單品 讓切帶的包包 在橙圍之中 多了一點可愛 這次陪大媽逛街的摺紙包款 是有 黑新牛好背包 黑藍絲背包 因廢廢 賀背包 黑牛 賀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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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bag 在此動物包的款式 還有很多種 感謝金童們 別忘記點擊 影片下方網址喔 今天都跟著大媽和Oribag 一同出遊吧 雖然是要來拜月老 但是一個大清早 還是得吃早餐 精神才會好 來嘗嘗米奇 必別人推薦的賣麵演仔 提前80年老店 當天一和大道神戀愛主題 竟然靈激動發起了 燭光早餐的活動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大媽們也只能在黑暗之中進行拍攝 純森林妹們都愛點的鴨麵 爽口豆芽 配上特調醬料 散發著質鋪的古早味 或許傳承的80年前的風格 味道總是普通 不過做過功課的都知道 麵類餐點不是這間店的靈魂 老顏仔真正的絕活 是這盤中能收割 淘汰靈魂的 紅 巧 哇 外皮香酥 厚度加大好處 內部肉質卻軟嫩 卓士能感受到 自己被這盤肉的口感 層次玩弄 殺到人家 儘管需要排隊麵類料理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呢 來試試這完美紅燒肉還是值得的喔 沒有與周邊總是充斥的美食 從外面沿載不行5分鐘的時間 辭職工程有一條台外破表的美食街 這裡攤販平均超過20年歷史 然而真正迷人的地方呢 是在你點完餐以後 能夠在廟口如下大膽小吃 跟著愛人一起享受真正的台灣亂竊 身在其中的夜家肉粥 米其林主廚江振臣 以及韓國美食家白中原都曾造訪 米香四義的肉粥 伴有蘿蔔絲、油蔥及肉羹 不過米粒保有Q彈口感 與其說是粥 倒不如說是燙飯 燙飯 令人群人三尺還有古董味炸物 大道成這一代色情紅燒肉 夜家肉粥紅燒肉也是必點項目 嗯 這間的紅燒肉也是好吃的 雖然跟它的延宰比起來 皮的感覺比較沒那麼強烈 所以跟很多紅燒肉比起來 算是蠻厲害的 大媽們發現 如果將肉粥與炸物搭在一起 便會產生生天的美味 紅燒肉配一口粥 很搭 這麼奇蹟降臨耶 好好吃 老實說 無論肉粥或者炸物 如果單吃都不會特別出色 但如果兩者搭配起來 其入口風味 可會更上層囉 紅色 是愛情的顏色 所以紅燒肉才會充斥 整個大道成 開玩笑 在嘗試了兩家知名紅燒肉以後 怎麼可以不吃吃阿角紅燒肉呢 原名劉美麗切仔麵的阿角紅燒肉 經過各大媒體報導 號稱是全台北最好吃紅燒肉 但因為疫情關係 當天不開放內容 阿角紅燒肉將紅燒肉指人化 竟然可以挑捕餵 被稱作台北第一當之無愧 哦 動質好Q 咬下去第一口就不一樣 非常有嚼勁 有沒有 很精彪耶 它是紅燒肉指人耶 肉質軟嫩又不失彈性 油香多汁且味道鮮甜 夥伴不及分 在人人都攝取媒體攝影的時代裡 攝影是脫單貝貝技能 拍照拍得好 伴侶交得巧 宣傳800公尺的迪化街 是台北市規模最大老街 不過如果是要拍照的話呢 迪化街尾部的老建築 會比較容易發揮 我們迪化街走到底以後 可以看到有一些店其實非常的氣質非凡 像這個門呢 我們走進去以後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角落 非常適合拍 漂亮的照片 我們金主的Oliburgo有跟我們說 不需要太刻意的置入 就是 哦 很不刻意哦 因為這邊的騎樓比較空曠節整齊 很容易拍出深邃的作品 Wow 這是我們金主耶 我搞錯啊 在騎樓旁拍攝對面鼓仔 也是不錯的拍攝角度 隨著地方樓地上樓 可以見到一個很類似的景色 跟著騎人來走走時 千萬別忘記來迪化街尾 展現拍照技術哦 你現在對戀愛有什麼期望 休閒的時候來這邊吃小吃啊 逛一逛其實就不錯了 你在這兒我要說什麼耶 我沒什麼經驗 哦 真有條件是什麼 比較偏狗系 狗系 所以你今天才背小寶寶 所以我今天才背小寶寶 在這次Oliburgo包款之中 輝巴哥包款是醜萌代表 同時也是唯一一款手提包型 攝影大姐的銀沸沸後背包 使用輕量三明治的網布設計 防潑水非常適合戶外使用 而金銅頭所使用的黑犀牛後背包 是最熱賣的款式 擁有很大的收納空間 黑人鞋背包將牛角揉入背帶的設計之中 獨具巧思 黑人鞋背腰包是新品 可以後背走前背右前背 讓左右撇子皆能輕鬆取物 大道成這一代的小吃 可以說是非常國際化 日據孤獨的美食家 曾造訪了有樂蛋仔麵 為此推出了重新主角餐點的 五郎特餐 特餐由油豆腐滷蛋 嘴邊肉白菜滷大肉妹組成 並且配上一碗雞肉飯 老實說味道算普通 這菜盤的組合的確蠻好入口的 但是 是開始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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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到城市恋愛城區 並非大媽們空虛來風 因為城隍廟中的年夜月老 周邊商家確實推出了 與愛情有關的活動之商品 像這間名作大扣城的飲料店 能夠買飲料抽愛情籤詩 我的這一杯呢 叫做鐵了心都要愛 緣分 味道 再等等 是誰 不知道是你有一撇啊 玉女媽媽介紹給你的那一位 她會看 她會看啊 她會看嗎 Yes 目前福源俱足 因緣可幸福美麥 是好的耶 我們來看看七年戀情 會不會就此過去 條件相差較多 交往會很低 找個條件相當的會更好 我認為 她一直說小公主太有錢了 原生大媽們是抱持著 除了一心態來的 沒想到飲品是很意外好喝 很好喝 誇張啦 很好喝 很好喝 欸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 我都送去西蘭嗎 Who the hell we know 蛤 我問品茶雞喔 對 店面外同時有在販賣白湯過 其中麵茶口味讓大媽們尖聲尖叫 對了嗎 神作 儲雷大媽隊正式評級大道成榮獲 撥幾分 我恭喜發財 甜點時間 愛情的味道是甜蜜的 和情人來逛街時甜品絕對不能少 永樂帶仔麵的隔壁有一攤賣麥芽餅的阿伯 麥芽餅的型號有兩種 分別是麥芽餅mini 和麥芽餅Pro Max 阿伯喬手書餡包 古早古道最古早 滋養豆腺鋪 擁有將近七十年歷史 滿滿紅豆內餡的最中式招牌 以前前有提供站著吃服務 現在只能買禮盒 一個是台灣傳統的甜點 一個是日本傳統的甜點 2138公里的距製燃不同的甜點 卻能靠盡量數量的飲品化幾句 7.8 甜點時間開始了 最終是一種日式甜品 外皮由糯米烤成 包裹著紅豆腺 它原先其實是有套餐的 你就可以點一個最終 然後給你一杯綠茶 你就可以在外面站著吃 但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就沒有這項服 你只能買一個 這樣子的小禮盒 一盒180 然後我們自己呢 DIY給它挨起來 我們就把它分成三等份 可是這只有兩個能分嗎 Yes 喔喔這三個 小姐 會算數嗎 怎麼會有這個疑問呢 玩圖水 蛤 它不會算嗎 要不要玩要不要玩 我覺得如果是情侶一起滴的話 很有趣 而且你可以把紅豆沙抹在對方臉上 你真的弄得這件事情扒下去 我沒有在管你是女生啊 蓋得起來嗎 來我餵你 吃一下 餵一下餵一下 好噁心喔 為什麼是他啊 喔 它很甜 然後我餵你 吃啊 如果買滋養 別忘記陪清早茶 除了解甜蜜呢 還多一份香氣 幸福 情侶的話呢 你們就一定要來買這個麥芽糖 像你如果買這個大塊的話 你們兩個就是可以一人一口有沒有 它就 很刺激 像這個就是小的 大的麥芽餅乾內有花生粉 吃起來整隻也較小的好 這花生粉 好好吃 好好吃 你再配那個金頭粉 什麼東西都要配它就對了 不會渴嗎 今天是在夜配它嗎 終於 今天的重頭戲來囉 我們前往峽海城隍廟拜月老 祭拜月老有許多步驟 大媽就在這邊簡單描述動線 首先到金紙布滿100元的金紙和箱子 再到辦事處寄放金紙 並購買幾百月老的貢品 貢品有分250元或者300元的方案 大媽們這次選擇是300元的方案 然後你會拿到一張脫單列車車票 到點箱數點箱 再到天宮如像天宮坐簡單字節 要記得這邊不要插箱哦 拿著脫單列車車票 趕回辦事處領取貢品幾金紙 首先先跟崇海也請安 緊接著我們終於見到月老 在這邊呢 吼 我們 要繼續迷移地向月老描述對象的條件 不用怕貪心 越詳盡越好 並且要約定報答方式 通常是喜餅或者是喜糖 最後參拜義勇宮 城王夫人菩薩就能夠出廟了 出來以後置天宮爐插槍 拿著紅線 置天宮爐順持針繞繞山圈 最後將紅線收好 譬如說收進皮家裡 月老就會開始正式愛愛上魚端 在他的對象雲囊庫裡面 搜尋適合你的對象 最後把喜糖吃掉 讓你的姻緣給他開到trouble 姻緣快來 我們非盡千辛萬苦找到一份愛 起初以為終於可以不必再尋覓 然而後來我們才發覺 相愛需要面臨太多課題 學校沒有教我們該如何愛一個人 我們只能靠自己碰碰刻刻的 找到那個能陪我們走過漫漫旅程的人 人的一生會遇到2920萬人 要在人海中找到一份愛的機率 是0.000049 所以愛情或許是人生中最難的課題了 希望姊妹及金子們能夠找到真愛 牽著愛人的手漫步大道成街頭 細細體會時間堆積出的歷史成果 最後要感謝Olibaku 贊助大媽們這次的尋愛之旅 喜歡哲指動物包的金子們 10月21日指 前往Olibaku IG 專頁 追蹤 IG 並於天文留言 本次影片中最喜歡的包款 Tag 一位朋友 只有機會出眾Olibaku 動物哲指包喔 活動詳情請參考影片資訊欄 謝謝金子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